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不要留我们讲一下国众 因为我蛮看好这种股票的 因为我常讲说 股票市场上是一个 投资朋友你也知道 我是单股的 这股票是我们最近才刚切进去的 那这两年刚好都在原地点场地没动 原位置没动 这样是我最近跟大家讲的 我讲的因为这个是周线 所以这个啊 这是2018年 就算是2008年 金融播报 金融播报过后它从这里涨上来 那 这涨上来一定有原因的 投资人你从这里到这里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量 它就这里出过量 它出量之后呢 这是周线 12345 6 它6周啊 从5块钱 当时从5块钱左右 4块5块钱左右 涨了8倍 才4个 才6个礼拜而已 那现在来到这里呢 你看这图形好不好 这是周线喔 这10年的大底啊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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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才大底 现在才开始动 而且 vielleicht现在才出量喔 现在才出量喔 这量很诡异啊 这个量很诡异啊 他已经摆脱了10年大底了 你看看看看看 这个点啊 在这里 已经摆脱了10年大底 然后突然间这是周线 两三周之前出现一个这样的大量 两三周就是这样 然后他获利 获利创新高去年一块四 那老师一块四好少 他十几块而已好不好 他又不是什么高二三十块的股票 他十几块不到二十块 十几块的股票而已 十几块而已 可是他一块四他配给你1.23 去年赚一块四 你跟那个什么台船都还在亏损 不要成这样子 至少我这样讲 至少你大概要输到什么钱大概也不会 十年大礼就在这里 十年大礼在这边 这是周线 十年大礼 那我们官长是说 你看这些都没有出过量啊 就这边出过量而已 都没有出量啊 有没有 那这两个礼拜 所以突然间出现这样的大量 出大量啊 之后的整理一两周 就开标了 那就开标了 刚好整理超过近尾身 那上个月 上个月出量 为何会 这这样量也不会很少 你不要有他说 他只有几百张 他每天都还两三千张 他每天都还两三千张 我来看一下 像今天好了 他以前没有量 像今天好了 今天都还有将近 今天的量大概三千多张 三千多张 这个出量这个是两万多张 那现在每天都 以前都是这个就比较少 大概不到一千张 那现在每天都有两三千张的量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觉得好像有机会要来了 好像有机会要来了 两三周前出现大单 在拉抬的过程当中 现在刚好拉回 涨多拉回整理 然后呢 我要强调说 那我们为什么认为他有机会呢 为什么认为他有机会 我这样讲 因为这两天要公布财报 他还没公布 国内他是做ATM提款机的 他有一款那种特殊的 直接可以兑换外币的 所以我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大概一年多前 一年多前 台湾出现那个ATOA 这个几个人来台湾 用那个提款机炸铃 而且他那个 他在国外 好像在英国 就用他那个駭客 駭进去义银的 第一银行里面 然后再去义银里面 他们带来台湾的提款机铃 当然被抓到了 被抓到了 我突如我讲之后 你可能没听懂 我要怎么讲 我们要怎么讲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提款机 包括脸书最近的 所谓的资安门的事件 它是一种风暴 全世界现在在金融 Fintech 新金融这一块 最主要管理的 就是云端系统整合 然后怎么样 让提款机的安全度很高 它为什么突然间涨了这一段 就是因为它开发了一个 全台 目前是全世界最功能 这期前最安全的提款机 又可以直接领外币的 这个很难喔 你要想像这个 一台两百万 一台两百万 然后呢 全台如果这个 24小时的Seven 然后有几千家 几千家的Seven 或者是多样提款机 用到它的话 这涨上还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后最后争议 我们再讲 全台做提款机的有三档 一档叫有通 2397的有通 你看有通啊 有通为什么股价 这一两天创新高 有通啊有通 它股价六十几块 为什么创新高 很简单到底 它营收写下 三月营收写历之下 它最早公布 第二个公布的是 2474的以前 我也经常讲这一档股票 叫三商店 区块链的 三商店今年 今天涨了5%6%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营收啊 三月营收年增一倍 月增四倍 那你说啊 今天公布的 不是一零的 如果也是倍数的成长 因为今年到现在 前两个月 它已经比去年成长了六成 将近七成了 这个很特殊哦 所以突然间啊 前一段时间涨这个啊 一定是有道理的 如果营收公布的话呢 营收还没公布 公布的话呢 这个不得了哦 不得了哦 会不会再来一次 蹦蹦蹦 还是再来一次 还是再来一次 十几十年前的 2010年了 大概是八九年前了 八九年前的 一出量 蹦蹦蹦 这是周线 五到六周里面 涨了八倍 他就十几块而已 他就十几块而已 我倒没有说 一定让他涨八倍啦 大哥 这个飙升上 今年如果能够赚两块三块 他现在过率已经 这几年的新高了 他如果能够赚两块三块 这个成长性 然后呢 也这个 Fintech这种新金融 也是政府要做的 是政府要做的 我们国内 现在能够做的东西不多了 投资片你自己弄的 最近你看了封店 看了生计 今天全部挂了 总有结束的时候 总有取忠人善的时候 你今天看到 我们这些跌停板 一堆啊 有没有 青云啊 科研世纪钢也跌停了 有没有华城跌停啊 大亚啊 政委这是破底的 亚世纪钢这前一段 已经长很多了都直接跌停 神盾啊 上尾投共了 差一点跌停 一堆啊 生计股全面全死 封店也死 你走到这里 生计也死 封店也死 你封力发现到月底 才会公布的话 你有几个 有几家能够那个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啊 你要 就算做了又怎么样 你要看到获利都很难啊 不要那么快获利啦 风力发电那种 以前炒太阳冷也是这样啊 那炒完的时候 炒到这里 大家自己所想的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是不是 美股现在盘后是大涨的 科技股涨了一%多 台湾要涨 要涨科技股 所以合理的话呢 不应该再去执着于 风电啊 生计这一块了 美国纳斯达克现在涨了1.5%呢 现在盘后涨1.5%呢 你回过来做有基本面 有质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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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股的基本面 低价才十几块了 不到20块 长线大抵又这样子 那上市出量在这边 你看到吗 你看你图形看就知道了 那最近呢你看 这又开始出量了 股价你自己画一条线嘛 已经突破了嘛 这是中线 我讲的这是中线 我们这样讲好了 当这几年 不管什么欧债啦 什么英国托啊 股市曾经大跌过 他都 他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长县投资你也不会亏到啦 再烂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你能够烂到哪里 你这股票你买的 要让他赔好几成不可能的 因为他只有十几块而已 他的惯性就是长期整理 但是早几年呢 因为EBS都几毛钱而已 没想到去年变成赚一块三 今年前两个月啊 是成长六成七 那同样子做提款机这一块 他又推出新的提款机 那云端整合 那是微软啊 什么那些供应链 供应商 这人没充当也觉得奇怪 这没充当也很奇怪 是不是 而且整理了十年了 将近十年的大抵 配息1.23元 股息殖利率7% 他如果今天股价涨到三十块就好了 那三十块两三十几天就涨到了 涨到二三十块 涨到三四十块 那也没什么 这里是四十几块啊 这里涨到这里也没有什么 因为他营收比现在那时候好啊 筹码比那时候干净 这个筹码还不干净哦 你看融资有没有 长期没有啊 长期滴水位了 融资从几年 大家都不耐久盘啊 所有的融资就一直降降降降到 最近才开始出来啊 开始有人在做啊 融资也有 这个特定人是在做的融资啊 我觉得这个股票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我不再介绍你什么风力发电了啦 又觉得那个没有必要呢 我今天只跟你讲这一档 我再讲一遍哦 十年大底 上个月出量 为何是谁在偷买 获利创高 已经写下来历史新高了 获利1.4元 配息是1.23元 很大方耶 1.4元就配你1.23元 大概我说过大概87%哦 你看这个这股票 这十几块而已 股票的质利率是7%哦 4%、5%的股票质利率都不错 它还7% 今天决胜负 今天下午它如果公布财报 单月营收怎么样决胜负 这一两天啊 我们回到这一两天它的日限 我们回到这两天的日限 来给你看 这日限也是啊 几百年没动了嘛 你看看几百年 在三个月的月底才发动 可是我们讲说三个月的月底啊 它二月份营收不 当然是衰退的 因为二月份都不好嘛 它居然能够飙 它不是 它一月营收很好 二月营收在三月初公布 当然二月份不要 但是一月份加二月成长67 这是什么样的利多啊 它居然拉了这一段 那如果三月份营收是狂飙的呢 那你说老师一种知道狂飙呢 它又还没公布 我再讲一遍哦 跟它做同样体育管器的三商店啊 年增一倍月增四倍 另外一个是工业电脑里面的2397的也是做这个ATM的 营收写下历史新高 我们再来推论 这里面基本面最好 股票值利率最多的就是它 你看这三商店都还 偶尔都这几年啊 你看 不负高了耶 这三商店啊 结果呢 5410的居然是这样 居然是这样 长期啊 长期这样 我这一档股票值得一搏 值得一搏 今天我们 我们不知道跟大家讲什么 因为我知道今天盘后的美股是飙涨的 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大涨 可是我觉得吃个机会 那今天风电升级开始拉回了 另外一个时间点 这个电子股的机会来了 可是啊 昨天的大力光彩破底而已 高价我认为也碰不得 选来选去从中低价位 有题材 有基本面 股价刚发动的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要表了 好那我们今天 还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line at 小老鼠YES528 小老鼠YES528 台湖新工业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